他已經要到佛國淨土去修行 所以我希望他能夠 拋下所有的成熟 白髮人送黑髮人 前農委會主委彭作奎 想起愛女楊宥穎 難掩傷悲 他有很多的一些想法 他的哥哥人多 一定會一一的把他的實現 藝人楊宥穎離開大家第四天 家人為他舉辦追思告別會 親戚同學粉絲都出席了 凝重的落淚了 大家都捨不得楊宥穎的遭遇 楊宥穎的哥哥站在台前 說要完成妹妹的遺願 不幸發生之後 家人無比自責與難過 也曾經一度憤怒生氣 但昨天我們好不容易 解開了心意的手機 從簡訊信件當中發現 心意踏入演藝圈之後 其實也有許多貴人 不斷的開導他 鼓勵他 楊宥穎手機解鎖了 不過彭家卻選擇 告訴外界感謝大家 對楊宥穎過去的鼓勵和支持 這起悲劇台中地檢署著手進行偵辦 鎖定靠北部落客和姓氏 Edge發音的女網友 如果案件涉及恐嚇屬於公訴罪 不過要是公然侮辱或誹謗 就得由家屬提告 我也要謝謝那些曾經被心意 無心得罪的人 面對處世不夠圓融的心意 你們願意選擇教導他 原諒他 我們同樣謝謝你們 這一張紙印上楊宥穎 登上雜誌封面的甜美姿態 內頁還有完整介紹楊宥穎的彩妝報導 這是追思會上彭家準備的 希望大家記得楊宥穎最美的模樣 潛來之一的親友送上康乃馨 期待包容和放下這起悲劇的無奈 記者李孟章 陳廣瑞 張巨東 SNG小組在台中的採訪報導